好了 下面呢 我们继续往下 下面呢 我们讲多表查询 我们上一堂不是讲的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一的关系 那么这两个表它们有关系 因为有关系的表我怎么查询起来 有关系的表我怎么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下面就讲多表查询 多表查询呢有什么 有内连接 外连接 还有交叉连接 内连接 外连接 还有交叉连接 还有自然连接 内连接 外连接 交叉连接 自然连接 那么外连接又否为左外连接和右外连接 明白是吧 左外和右外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说内连接 内连接是什么意思呢 内连接是找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内连接啊 是找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比如一个 这个表里面有1234 主表 主表里面有1234 窗帽里面有1234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则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几个 则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1234 1234 比如说啊 比如说 主表里面 主表里面的编号啊 主表里面的编号是123 窗帽里面的编号是123 窗帽里面的编号 现在没有外件啊 没有外件页数 没有外件页数啊 1234 如果有外件页数 你是不是就失去了数据完整性了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4的话 主表里面没有4 这还有4了 但是我现在说 如果没有外件页数 没有外件页数的话 它仅仅只有关系啊 那么这时候4是把它都可以插进去的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没有外件页数 我们现在没有外件页数 没有外件页数的话 那这个表是1234 那么最后 内连接的结果是什么 内连接 我说了 内连接是找两个表的什么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23 找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找两个表的公共是内连接 好了 那么大家看这道题啊 这道题是123 这个有4个人 是不是 有4个人 4个人他考的成绩 成绩有几个呢 这个陈杨峰考的几次啊 陈杨峰考两次是吧 陈杨峰考三次啊 也考两次是吧 那么最终结果是 曲凌峰没考啊 曲凌峰没考是 那么内连接结果是什么 几个 3个码 3个码 1 2 3 听没词吧 1 2 3 那连接就是找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那连接 而这客人 interviews 设计 就是 точ这字 就是 在于玩Select 列明 Strom 表1 表第一个表 InnerJung 表2 On 表1的公共字段 等于表2的公共字段 Select 列明从表1 这个列明是把表1和表2 两个表的所有的列明 表1和表2所有的列明 Strom 信号房表1 InnerJung 表2 On 表1的公共字段 等于表2的公共字段 主要两个表的公共部分 那好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穿这两个表 穿这两个表呢 我这 测试数据呢 上一趟个集发给你们了 测试数据 这儿你看啊 咱们看这儿 这儿有stu info stu info 有学号 姓名 性别年龄 周围号 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儿是他的成绩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考 这是他的这个考试成绩 考试号 然后学号 考试号是组件 那么你看啊 这是学号 这个学号的组件吧 这个学号的组件 那么这个学号是组件 是不是 那么这两个表是什么关系 这个学号是组件 是不是 这个学号是不是组件 请问 这是学生表 这是学生自己表 那么请问 他们两个表 这两个表 实际的关系是什么 不好了 这个这个想不出来 这不是一对多吗 组件 组件和非组件 这不是一对多吗 这不是 我上阳说的那个口诀呢 组件和非组件 不是一对一 一对多吗 组件和组件 都是一对一 这个是考试号 这是考试的 一个zf number 是考试的 这是stu number 这个也是stu number 是不是 这个是考试号 这是第一个考试号 你看啊 这个s25301 s25301 他们有没有人没考啊 05 05有吗 05 05 这点没有05 是不是 这是不是还多了个20 20有这个人吗 也没这个人 是不是 反正 但是问内联系的话 是不是取两本 公共木本 是不是 好了 那下面我先把这个 把这个 运行一下 可能要追 这是学生表 然后这是学生成绩表 好 select信号 from stu info 这是 这是学生 学生的 然后 select 信号 from stu max 这是学生信息的 这是学生成绩的 学生成绩的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我把 我把什么呢 就是凡是考试的人的成绩 全部找出来 凡是考试的人的成绩 就找出来 那怎么写呢 这样写啊 信号代表什么 所有资料 这是两本所有资料 两本所有资料 点右键 点右键点属性 属性 这儿有个 布局 能不能让大家 窗口宽度 一百 可能最高了 好像是 二百呢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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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信号 这样的话 我次转 看能不能 排列满了 谁的信号 from 表明 表明是 stu info stu info in in stu info stu stu 什么stu number 是吧 等于stu max 的 max stu number 是不是啊 谁的信号 表一 inner 表二 on 表一的公共证 对表二的公共证 不敢做 你看 你看啊 学号 名字 性别 年龄 座位号 地址 然后是不是这就是 它的对应的成绩啊 就把它连接起来了 把它连接起来了 也好 tit了 对 могли 他们 说 ク制 全 是 能 这是这个 这是 inner job 那么下面大家看看这儿啊 说这个 这儿有两个实习档枚 如果我只想选择一个呢 我只想选择一个呢 那怎么写呢 这样写啊 select select 你看这样 select信号from stu 拿过来了这样子 就这样 这样的我说 stu那么多只要选择一个 你信号两个边所有字段 一个就够了 一个我怎么写呢 我说 我这么写啊 说是 stu info 写个s 取个别名 相当于类似于if 这边是吧 暗子现在给个表个什么 取个别名啊 暗子可以随略啊 这是s 是吧 inner job inner job 这是max m 是m 然后呢 我就写个就是 s的 s的 等于 m的 m的 st number st number 然后这儿写什么呢 这儿写你看啊 看好了 我就写个stu number 然后stu name 取这么几个啊 然后stu sex 然后可以什么呢 wrihtem exem 是g4 wrihtem exem 是g4啊 然后呢 leber exem 好 你看 学号 名称 性别 g4是你 en 哪儿哪儿去 wrihten 好了 当鞋带的时候 这个鞋带里的团码 sg number有几个 一个是吧 sg4也一个 比式 鞋式 什么都一个 唯独 number有几个 那么有两个 所以 number 你这样写是包错的 为什么他不知道你找哪个 number 你不知道找哪个 所以这时候你要加个什么呢 是哪个表的 你写好了 是哪个表的 比如说我s表的 是吧 哪个表的 哪个字段 当然了 团码就说我这么写s表 是这样写行不行 也都可以的 但是由于这个字段就几个呀 它就一个 所以这个就没事了 这个就没事 它就一个 它不可能是一几七亿 但是那sg number是不是 有两个呀 它一几七亿的 一几七亿的 所以说这是加个表明点 表明点 sg number 走 你看 sg number又出来了 这是这个 序图 就是 相同的字段 相同的字段 只 显示一次 一次 这是 这是这个 inner job 那么下面我们说 语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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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法二是select 列明 from 表印 表印 逗号 逗号 逗号表二 法为什么 法二两个 法二两个 表示抵抗耳机 是不是 法二两个 表示抵抗耳机 但是呢 sg number表明 表印多好 where 加个条件 就好了 如果你不加违儿 就法为抵抗耳机 昨天有人问我了 周老师你这个 你写的抵抗耳机有用吗 我都当然有用 是为今天服务的 嗯 今天 今天 我今天 谁想帮我们表印多把表印之后 听哈尔机 但是只要加个where条件 where 表印的公司段 where 表印的公司段 得于表印的公司就好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那么 where 算where 来 说 select 新号 from 表印 STU1 都号 STU max where STU1 4的 STU number 等于STU max 的 STU number 是不是也都可以啊 我知道你们都喜欢用这种啊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啊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啊 因为这种你们觉得很熟练 是吧 啊 但是印的这种也也也也用一用啊 嗯 嗯 第一个 第一个 啊 inner 可以省略 内连接中 inner 可以省略 就什麽呢 这两个的信号方向给你们这些什么 试一下呀 这儿写了一个 这个吧 把音那去掉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是这两个秒查询呢 如何实现三秒查询 怎麽写 列明 表一 因而就 表二 表一的 公公字段 等于表二的 字段 然后 因而就 表三 哦 表二的公公字段 等于表三的公公字段 当然了 表一行不行 也可以啊 没事的 表二或者是 或者表一啊 都是可以的 表连接越多 效率越低 效率越低 所以说什麽呢 这个 尽可能的 如果 如果一个表 能解决的 尽量不要表连接 尽量不要表连接 当然 尽量不要表连接 不是说你不要用 或者说你不要用啊 是你肯定要用的 但是呢 这个 尽可能的 少用 好的 好的 好了 我再说一句啊 表连接越多 效率越低 是不是 效率越低 那么 尽可能的 少用表连接啊 好